大家好 我这忙活一下午 我就说不知道干啥了 回来以为一个人能清静点 好像也没闲着 还忙活忙活的 就刚才一个社区团购这个事 就把我整的运动专项了 才弄完 我那个姐姐告诉我 这有一个小程序 要点里头就可以买东西 然后就直接给送到楼下 可好了 我就整来整去 我点了买着完东西之后 下完单以后找不着那个人电话了 因为现在得需要送到楼上 整五五渣渣整老半天了 才弄完呢 都给我整包汗了 咱们今儿个就是啥的 行了不说这些了 今儿个我就说说 我为啥到三亚来 心心念念的要回国 之前不是吗 一难受了 就张回国回国的 回国就 我没说 又说又说扯远了 我这人说说话 可能就东拉西扯 又扯到说不定哪一块去了 这为啥这么笨的来 这不是这有一个 这我的小窝吗 这小窝 我以前没跟大家说过 这个是 我们说有时候把啥 什么 你这个人生啊 这个命运走到哪一步啊 都像后边有什么东西推子 这是命里该走哪一步 那就不知不觉就走到那步了 我也是从来没想到过 说上三亚买房子 是在三亚住啥的 我之前我的视频里 也跟大伙讲过 那猴哥那年 2016年不是受伤了吗 受伤以后 到了2017年以后 一直上情不好 后来2017年冬天 我说我俩就回国了 我还讲 我说再回国 要上三亚来养一段时间 本来是打算想 那个租个房子 或者是找一个民宿啥住的 我说正好在超市碰见我 原来一个一起旅游的一个大姐 大姐特别慷慨大方 就是当时就让我上三亚去 我就把钥匙给我了 他说他在三亚这种房子 后来我这那时候也是这个穷途末路 我应该说猴哥伤情没好 闲情抑郁 我也不管不顾的 反正我就接受大姐这份情意了 我就拿了钥匙 我就带猴哥就来了 上三亚了 在这一住一看 你说这多好 这个地方冬天时候 我说那时候这个北方东北 完了再加上这个敦伦多 还是冬天的 尤其是我们从小在东北长大 那冰天雪地的 你说这个塞亚 还像鲜花盛开的 像春天一样 后来就那时候就想着急 就写在这个猴哥 这个地方要养病的话 是不是能恢复快点 那也没往后想说咋的 是他能好啊 还是以后不用干活了 反正就是当时也是闲的没事 那拉着看房的车呀 到处都有 小区里也是 那个大爷宅住那个小区里 也是那个 就是很多都是东北来的人 几乎一大半 不说百分之七十八十吧 差不多吧 都是东北来的 万一聊天一说 说有不准多的人 就搁老家有一些气管毛病了 心脑血管病了 完到海南这地方都好了 完那时候就心 哎呀 我说整个房子吧 整个房子 让猴哥哥这块 我俩在这待了吧 你就别想了 以后就啥样了 完了 这就那时候大连还有点房子 就把大连房子折腾折腾 全都卖了 卖完了之后 卖一个亲戚家了 亲戚也挺给力的 一听说要搁这块买房子养病 完就马上就给臭钱 臭钱 这是臭出钱来了 完了那个 那不是16年 搁多伦多那块 我说原来在北边奥罗拉 有个房子卖了嘛 卖了还有点余钱 后来又又回来的 完了就这么 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了 完了 但是我买的价挺高 就是就不说实价了 那我也有点 有点保留的东西 大伙别见怪啊 我还有我在哪个小区住 我也不跟大家说了 请大家理解担待啊 因为我在那个广州的时候 也那么多朋友关心我 心里非常非常感激 还有一位朋友 我们在酒店退房那天以后 他去了 去了去看我去了 但是没找到我 我们已经走了 我这朋友挺焦急的一个妹妹 她又给王小佐发信息 后来王小佐告诉我 我也挺过意不去的 但是我也实信实义跟大家说啊 就是咱们在这个视频里啊 在这个直播上 咱们大家聊天就可以了 在线下呢就不见面了啊 一个是我一旦给大家添麻烦 我心里就会很不安很不安的 然后可能是我就会在脑子里 心思来心思去的 哎呀怎么样怎么样的 心里就有压力似的 所以我就在这也希望大家理解我这个想法啊 然后我也除了点这么多年了 我没说从哪我跟猴哥结婚以后啊 也从来没有说是单独清静我 这三十多年一直是 一直是家里都很多人很多人的 所以这次我突然有一次自己出来独处的机会 我也特别珍惜 特别这个享受 所以请大家原谅 请大家原谅啊 往这回到三亚来 是这个好几个三亚的朋友 听说我隔离要给我送的东西 要送 我也一并在这里谢谢大家了啊 一个是呢 这会儿什么都不缺 我能说我那个昨天就到这之前 就已经准备好了 挺多东西 往我这个小区里 跟我住一个小区的一个姐姐 我去的东西啥 她都不准备了 所以这一方面也就不需要了 不需要大家那个惦惦了啊 一定吃好喝好睡好 然后不间断的拍视频 这一点一定要保住做到啊 然后今天呢 我们说学会这个小程序了 这每天还有上这个 上这个小区里来送货的 送到楼门下 然后今天我订了什么虾呀 水饺啊 那个馄饨啊 还有什么青菜呀 地瓜的啥我都订了 所以我这个冰箱也能塞满满当当的 就是吃到隔离结束 也不一定能吃完 都吃不完 因为我现在就吃两顿饭 我就是克制呢 我也要把这个体重捡下来 捡下来以后 这个身体也好 我哪天隔离完之后呢 我也谢谢朋友们提醒我 一定要去看病 隔离完结束之后 我去把那个防疫阵打了 然后我再去上医院啊 行 咱再回那个 对 咱再回到厨房子上 还有我就说 三亚的朋友啊 谢谢你们啊 这一些朋友留言就说 说的一直看后 跟我俩视频 就想为我们俩做点什么 哎呀太感谢大家了 这都是 都是那什么好人呢 都是这些善良之人呢 看视频就老想帮助我们 其实你们看视频 就是帮助我俩了 看视频就是最大的帮助了 你看 大家帮我俩转发 帮我俩那个点赞 又留言的 又是打弹幕什么的 帮我 这就是最大的帮助了 我俩不经常就就就商人 就说这个事吗 说虽然我俩粉丝长得 那个不是那么快 但咱们这都是实实在在这 铁粉啊 钢粉都算上了 年性特别高的 所以大家我 大家一定要要 不要心里有啥压力 就觉得看我俩视频呢 就是想为我俩做点啥事 应该感激的是 猴哥我俩对大家的感激 应该是我俩感激你们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话说又扯远了 我就说这个房子事啊 完了后来这不就是定着这个房子 定这个房子 我那年就是 当时交完钱 他没盖 没盖完呢 后来我 我俩就走了 那个那时候咱 那时候能买的 那是 那是17年时候吗 没除了政策 后来就小买买不着了 前年交的房 前年交的房 交完了以后 我回了一趟 那时候还没做视频呢 我回了一趟 我把这房子结了 就是20来天 我接到手以后 房产证啥都没办 都没办下来 我就走了 走了以后 这两年 就一个是 也忙也不敢回 回了一趟嘛 这花销 费用啥也不少 还有一个就是 紧接着又来疫情了 这个疫情 也来回走也不方便 我还胡说我俩就干活 就忙着这个 我家里还收几个孩子 就是这些事 原因影响你们回来 所以这次呢 我也是心心念念要回来 一个是回来 把这个房子这个事 处理一下 掌握一下 一个还有是 也是回来 就淘点脑袋 还有这个心病 心病就是想回国呀 那我有时候不说吗 说你咋那么想回国呢 这么大事呢 可咋逮捕一家呢 还有你说说 这出去想回来 在国内想出去 人家就这样 反正我就是总结啥的 我也经常看到朋友们留言 我也思考 我也想这个事 我说这人呢 啥想法是吧 就是随着年龄 随着这个环境的 这个变化 这主要的就是年龄 就是心态就不一样了 前几年呢 我回来呀 我回不回来啥的 我还没有这个想法 那时候我可能比现在还年轻 你身体也还好 就没有就是 就是一天就想回国 想回国就无几六寿的 就难受的不行 就像有病是有 就说就从哪那次 今年就前几个月 脑袋不好 老晕的 老半辣脑袋麻木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 就是想就我就回国了 不管怎样了 反正我就回国了 那我当时就想 我哪天不好的话 我帮忙躺进去了 我这个瘫痪了 或者是死了 我这国内那么多地方 没去年 那祖国大好喝山 大好喝山 那么多山川没影 我都没看着呢 我就死了 我就不甘心 我就这个想法 就是我就回国 我必须就得回国了 就这个想法 就支撑我 所以这不是 后来有一个孩子 让我给转到别人家 其实我都挺觉得 挺对不起那小孩的 你孩子来就奔我来的 也是跟我们家之前 那个孩子联系 联系完我们家之前 三亚孩子就说说 说我好玩 你孩子家长啥的 就是一直要求学校 就住在我们家 结果没住 没住几个两个月 我这就回国 把人孩子送走了 所以这点 我都挺觉得挺 挺内幼的 但是那时候 就啥都不想了 我就想回国 我就想回国 回国我就想上三亚来 把这些人办法 往我自己再搁 这单独待两个月 我清静心静静脑 我就是就这样 就这个想法 我觉得行了 差不多了 我刚才说这话 说没说清楚 这个房子是 就这样了啊 他伙 我就说到这了 然后明天我在做视频 再回答大家的问题 再跟大家再分享 行了 今天就先说到这 谢谢大家了 谢谢感激啊 感激 真感激 好 好了 我刚才跟猴哥聊天了 我这现在网没整好 完了这个电脑 整不了 那个小麻鱼 给我准备了 给我买了一个叫什么 叫啥玩 我就想起来 叫计划呀 叫什么计划呀 是每个月几十块钱 我流量大点 那得下个月才能安上 安上以后啊 我就是电脑 也可以就跟猴哥同时视频 这边手机录像 那就能看着我俩聊天了 好了 谢谢了 好 感谢感谢啊